好 继续来看到议会的消息 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在之前考察 花莲县警察局 景情科技大楼以及新城分局 慈禧大学 银法俱乐部 客家文化会馆 馆内优质公厕 并且参访了亚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花莲制造厂以及保安小组召集人 杨华美等县议员 关心警察卫生 环保相关的业务推展的情况 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 赵金人杨华美 副赵金人林玉芬 现任武栋生 副国渊陈美人 并且前往花莲县警察局 情景科技大楼以及新城区分局 来了解科技指示法使用的器材设备 并且警方也说明如何办案 以及新修地区的交通违规事宜 另外也前往直立大学 银法俱乐部和战士们一起来运动 并且听取执行长的未来规划事宜 那所以我们看了这些 有关于警备的装置 那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 这些人民保姆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那也希望有会通过预算 然后让这些设备更新 然后有最好的设备 也希望县内的警察 能够更加的保护我们人民 那接着去到了慈济大学的 银法健身俱乐部 那这个健身俱乐部从109年开始建制到现在 那今天去看的那个现场 其实是非常的好 对于银法长辈身体 就是延缓失能增加肌力 然后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也非常的期待 因为今年 今年以前是有三间这个银法俱乐部 分别在慈济大学 校本部中央路这里 还有碧云庄 然后还有就是圣安村 那还有未来还会在瑞穗 那这目前是四个 但我很期待 接下来 未来能够布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据点 让所有的长辈能够更就近的 到那个地方去训练自己的身体 那客家事务处这里呢 它有最新的科技厕所 厕所当中除了有异味的监测 然后预防跌倒 跌倒的通报 还有卫生纸的减少的一个通知 还有一个镜面的厕所的脏屋的反应的魔镜 那我想这些都是代表了 未来我们在 就是这些 公家的厕所 以前都很怕是肮脏嘛 那现在都会变成一个 有科技的进入之后 相信未来会更干净 然后给大家更便利的一个 用厕所的空间 那下午到了亚洲水泥公司 它其实了解了目前的 矿业的状况 然后也看到他们的生态园区 那以及到新城分局这边来看一下 目前新城分局最近的 警员的状况 以及交通工作的警力的问题 随后保安小组成员 则是来到客家事务处 智慧公厕使用的情况 如何应用科技器材让工程能够更加智慧 最后则是来到亚尼花莲厂 并且来了解公司如何建立友善的经济模式 智力节能减碳以及需货的经济 替代原料 替代燃料 制成优化 非热发电 水泥船 全岸电 建设绿电设备 低碳水泥生产 以及推广发展 创新西餐的技术等 简单的助威 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记得继续华尔华尔华